23年的新低,必显价值不在 大家好,欢迎观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Markets悉尼中文部经理Austin 日元暴跌 今年3月以来 日元持续性暴跌 整个市场都跌荒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今年日元对澳币已经暴跌了20% 日元对美元暴跌了14%左右 如果从去年2021年的低点看 日元对美元已经暴跌26% 打个比方 现在同样进口一辆日本汽车 用日元购买相当于比年初购买打八折 乌额冲突下 日元为何暴跌 日元不是应该有避险的价值吗 在奥斯汀看来 日元汇率进入20多年来的最低区间的原因之一 是日本央行行长 这年冬延表态 说将持续采取有利的货币宽松政策 为正从疫情中恢复的经济 提供坚实的支持 因经济复苏而进入加息通道的美国 和持续实行货币宽松低利率的日本 之间产生的差距越发明显 所以日元被市场抛售换成了高息货币 那么第二 从新冠疫情中迅速恢复的 美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 日本的国内的生产种子 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如果日本央行 缩减宽松货币的政策规模 日本经济恐怕沉压下行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指出 想要看到通胀上升2%的目标 大家要知道 这个目标是在安倍经济学实施 十多年来都没能实现的目标 所以日本央行陷入了 既不能加息又不能降息的两难境地 那由于进口商品的持续价格的飙升 日本企业的物价持续13个月同比上涨 石油粮食等相关的商品价格涨幅尤其明显 3月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升9.5%至112% 日本消费者不得不承受越来越大的涨价压力 日本企业界对日元持续贬值也感到担忧 有媒体调查显示 76%的公司表示难以应对日元汇率跌破125比1的情况 94%的企业表示无法承受130日元兑换1美元的汇率水平 大家都知道 日本的制造业发达处于国际产业链上游 且产品科技含量高 因此在国内外市场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日元成为国际避险货币是必然的 但同时日本又是一个能源和基础材料主要依靠进口的国家 在全球能源价格暴涨乃至出现能源危机的情况下 给日本带来了较大的输入性通胀 而这无法通过出口与抵消 所受的冲击将会很大 这种情况下日元就很难成为了危险的货币 所以日元近期的贬值还要看央行有调控汇率问题的决心 如果您喜欢本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加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